唐高祖李渊 过去他有一次在宫中就宴请大臣 也准备了葡萄 没有想到这时候就有一个宰相 叫陈淑达 偏偏他就不吃这些葡萄 这时候高祖就很奇怪 就走过去问说 你为什么不吃 你是不是不喜欢吃葡萄呢 然后这时候陈淑达 他发觉到 皇帝好像有点生气了 赶忙着就说 不是不是 不是我不喜欢吃 是因为我的母亲他生病了 然后他又很想念 这个生经解渴的葡萄 所以我打算要打包带回家给妈妈吃了 结果听了这番话之后 高祖是当场感动的掉下了眼泪 甚至还送了一百匹的绸缎给陈淑达 但是有个说法是说 其实这些都是陈淑达 他临时瞎掰的谎言 但没有想到皇帝就被他骗了 大家都听过一首歌叫帅到分手 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帅到车子 筛满水果吗 在西晋的时候 有一个美男子